好 大家好 因為我剛剛是以Sharon的名義出現的 對 我中文名字叫徐玉璇 那我今天就是沒有用PPT 原因是因為我懶得做 對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 我其實沒有想要跟大家撿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比較想要跟你們分享 我從五月到現在發生的一些人生的故事 那我知道你們現在應該每個人都沒有到達這個階段 因為我覺得這階段也是我兩年前想像不到我會遇到的狀況 可是我覺得每個人都一定會遇到只是早遇到晚遇到的問題 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這個波折當中去處理的一些故事 好 那還是先要簡單的介紹一下我在做的事情 那我在2013年的時候第一次來到焦點 那個時候我是為了要推廣群眾募資 逼大家就是贊助我錢這樣子 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做了一本滾出去的任務手札 那這個手札呢其實剛剛在場的各位應該很容易理解跟有共鳴 因為我當時就在想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讓大家的旅行 開始去跟不同的人有互動 去更深度的了解一個國家跟價值觀 當你了解之後 你有衝擊之後 你開始去思考我是不是可以用新的方式思考人生 把你的標籤全部都拿掉 然後開始去重新的認識世界和自己 對 所以我就會想要推廣這樣的旅行 那我們就想了一些方法 就是用很多人的經驗把它變成任務 然後放在手札裡面或是卡片裡面 讓大家帶去旅行的時候 可以引發更多的覺察跟自我探索 好 這是滾出去剛開始做的事情 所以我一開始站在這舞台上呢 就是一個很開心要開始創業 然後要開始跟大家分享我的夢想是什麼 然後要大家支持我 對 然後這件事情就開始進行了 那之後呢當然就是如大家所見很多新創的團隊 就開始有更多成員加入啊 然後開始拿到一些補助 然後開始成立公司 好像很厲害當負責人 然後負一對負責任等等 就是反正很多這樣子的狀況 那我覺得在這兩三年 我每次去每個地方演講 我都是在講這些很金幣輝煌的故事 每個人都會舉手問我說 Sharon 那你遇到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我覺得我必須老實說 我講不出來那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說 很多挑戰都是很好玩跟很刺激 跟你可以去讓自己變得更好的東西 所以我就會跟他們講說 我其實覺得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被克服跟解決 所以沒有什麼最大的挑戰 但我其實很開心 因為我從今年五月開始 我終於有一個故事可以講 就我終於可以回答你什麼東西 是我覺得很大的挑戰 好 那中間的那個金幣輝煌 我們今天就跳過 因為網路上有非常多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 那在五月初的時候 我無預警的遇到了我的一個 一開始共同創辦的夥伴 他要離開我們團隊 那我不知道大家對於滾出去的印象是什麼 其實很多人對滾出去的印象 是設計很強 就很美麗嘛 就是從Logo啊到我們設計的任務卡跟手札等等 那我的共同創辦人他是一個設計師 所以which means我覺得滾出去 裡面非常重要的元素 他要消失在這個團隊裡面了 然後我一直以來都覺得 我們是兩個人在創業 然後這個元素也要消失在我的創業裡面了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非常的恐慌 而且我的夥伴離開的原因是因為 他覺得他沒有辦法再跟我工作下去了 所以他不是一個開心的離開 其實是一個大家彼此受傷的方式去離開這個團隊 對然後我覺得當然我們兩個之間是有一些問題 但我覺得這些問題我就不方便拿到檯面上來講 但是反正從五月那個時候開始 我覺得我突然不知道接下來可以怎麼做了 就是一個我可能在創業過程中有很多標籤 我拿到很多光環 可是今天我突然好像要失去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五月開始我就開始進入一個混亂的時期 那那個時候我有另外一個就是夥伴就是Sara 對然後Sara她就是跟我一起就是兩個人就是繼續的成這個團隊 那我覺得第一個夥伴的離開這件事情其實讓我開始去發現了不同的契機 因為我開始發現好像沒這麼可怕沒這麼危險 就是當我今天覺得某一個情況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時候 我到達那個情況我發現好像還有很多方式可以解決它 所以我就開始覺得好像還好就五月就開始還好 那五月底的時候呢 反正如果我把這段關係說成是一個慘烈的離婚的話 那我就是接下來又發生另外一段關係是 我離婚就是我離婚之後我沒有想得很清楚 我又馬上進入下一段關係 然後這段關係是我有個大學很好的朋友 他想要加入滾出去他想要跟我一起合夥 他想要支持我幫助我度過這一段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這是浮沫 我就覺得我快被淹死了 然後終於有人要來幫我我就覺得好開心喔 可是他來幫我兩個月之後 會講這個故事一定是到最後不是這樣 反正我在這兩個月當中我其實也開始去發現 我其實自己的力量沒有這麼需要這個服務 然後我也覺得兩個人之間的工作其實是沒有這麼契合的 所以我在兩個月之後七月底 我又立刻跟我這個夥伴說 我覺得我現在不需要你 我們沒有辦法一起工作 我們要分手了 然後我其實做這個決定的時候我覺得很可怕 因為我可能面臨我要失去另外一個很好的朋友 我覺得很可怕 但是我那時候會覺得我一定要做這個決定 因為我不能再一直拿著不應該屬於我的的東西 或者是我拿著它我會不快樂的東西 就我擁有這個東西對我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就在七月底的時候 然後就是放棄了這個第二位夥伴 然後接下來呢 你們剛剛有聽到Sara自我介紹 她就很開心的要回去學校念書了 然後這件事情其實也是 我就突然想到說 Sara是不是跟我講過她有可能要復學 然後我就在失去第二個夥伴的時候 我就跑去問Sara說 欸 你要復學嗎 她就說 對 我要復學 然後我就想說天啊 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對 可是因為已經失去太多人了 所以就是在Sara講的時候 大概只有五分鐘的焦慮 接下來就想說 好吧 那就接受這一切 好 那大概是我經歷過的所有事 然後我覺得我現在八月在這邊跟你們講這些事情 其實是一個 我已經開始嘗試去接受這所有的過程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其實現在非常非常的感謝這一切 從五月我第一個夥伴離開我到現在 因為我覺得如果他們沒有離開我 我不會有辦法自己有勇氣放下滾出去 重新去拾起我想要探索的其他領域的事情 我覺得我絕對不會有這個勇氣 因為我身上有四五個人的全心要負責 我必須要付給他們薪水 付給他們薪水就一定要趕快找到這個model的商業模式 到底要怎麼做 所以我覺得我過去三年一直被壓在這個壓力底下 我必須要趕快讓這一件事情成功 然後我好像這件事情失敗就等於許醫學的失敗 我覺得我會一直用這樣的心態去想這件事情 可是當五月開始我覺得我是被迫 一件一件事情離開我 就每一個離開 最後只剩下我自己一個人站在這裡的時候 我開始去覺得我好像這些失去 反而讓我擁有我自己了 就我自己可以開始去想 我現在想要做什麼 我是不是想要去旅行 我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事情還想要學習 可是我之前會因為某一個主題的商業模式 而讓我沒有辦法去觸碰其他的東西 所以我自己會很感謝這一段歷程 可能是因為他會讓我開始去想 好那我未來的生活能不能滾出去 是我的可能二分之一或是四分之一等等的一個比例 那我還是可以去做很多很多我更想做的事情 我是不是可以不把一到五上班八個小時這件事情 放在我的人生框架裡面 我可以去思考我明天要做什麼 後天要做什麼 我甚至不要有一到日 就是我想要這個人生長什麼樣子 他就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會覺得這一切都是一個 我覺得是老天爺送給我的一個很大的禮物 讓我從放棄這一切 然後開始去重新看待自己的人生 然後我覺得剛剛講的是好像重新回到自己 那我覺得我另外一些更大的收穫是 我開始看到很多其他團隊的機會 或者是其他前輩 他想要做一些事情 他會問說薛瑞你要不要做 然後我覺得我以前就會覺得不行不行 我團隊的事情都做不完 我怎麼可能幫你 就是我連團隊都養不活 我怎麼可能幫你 可是我現在會覺得這件事情聽起來好玩 然後我就會去做 然後我知道在座 就是大家可能都是比較是學生的身份 然後我自己覺得 我不知道我自己覺得如果我在學生的時候 我會覺得我現在的所有自由跟所有選擇都是很合理的 可是我會覺得現在我們已經出社會 所以好像更多框架更多標籤會架住我們 就會說你要好好的工作 你要買房子 你之後要照顧父母 就照顧父母是的確的 但是就會有很多很多東西會讓你覺得 你好像不能再這麼自由的去做你自己的那種感覺 對啊但我覺得 好反正就是現在 欸我還有多久 兩分鐘 好 對 好反正我現在狀態就是 我很想要嘗試 讓我自己在我的人生中再一次去旅行 就不是真的旅行 是一個我把我的人生就當做一個旅行 我一直在推廣大家要去冒險 可是我發現我開始創業之後 我反而沒有勇氣在我的人生中冒險了 對 所以現在這個狀態就是一個 我要重新開始在我的人生中冒險 那我相信過去的所有東西 它都是一個累積 它都是一個養分 然後讓我更知道之後可以往哪裡去 那可能講幾個大家可能可以幫助我的東西 就是呢接下來九月的時候 我即將會去日本的就是賴戶內藝術季 所以如果任何人任何資訊可以告訴我 就是讓我的旅程可以更豐富一點 然後我回到台灣之後呢 我有一些案子還是會持續的運作 然後可是我現在就是孤獨一生 所以有任何人你們想要一起玩好玩的東西 或是你們想要當個就是打醬油的 就是來參與我一些有了沒有的案子 然後我也非常非常的歡迎 因為反正我覺得我現在就把自己當做一個單位 很願意去跟不同的單位做連結 好 謝謝大家